为什么不把歇式手枪提高伤害当主武器 超多人提了这个问题 其实原因有这些 一全自动手枪太少 在出歇式手枪的时候 那时只有一把P18C是有全自动模式的手枪 其他都是单发手枪 如果你是策划 肯定也会想再出一把全自动手枪 运着这样才能让各种枪械更丰富些 不会再出单发的手枪了 因为都一个样 基本就是换个壳改个属性而已 二 歇式变成冲锋枪也没亮点 在当时歇式没出之前 游戏里的冲锋枪比手枪多 而且各种亮点的冲锋枪都有了 物资射速快 维格托秒伤超高 UMP9超全能 汤姆逊单发伤害最高 而歇式如果变成冲锋枪的话 有什么突出的亮点吗 只要感觉歇式虽然在手枪中射速很快 但是在冲锋枪中就一般了 如果只是单纯的提高伤害 那些还是毫无亮点的 但放在手枪就不一样了 这是第一把需要超多配件的手枪 而且射速比一般的手枪快得多 子弹也多 所以还是放在手枪位更有亮点 小伙伴们 你们还想了解哪些内容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